提起台湾地区当局力推的潜艇自造计划 就不得不说到台湾国际造船公司 潜艇自造项目由台湾中科院牵头设计 制造方就由台湾国际造船公司负责 为了方便表达 我们后面统一简称为台船 根据台湾当局规划 潜艇自造项目计划量产8到10艘潜艇 于2020年11月正式开工 预计2025年首艘原型舰交付海军测试 往后10年陆续下水复役 而该项目的制造方台船 是台湾造船业的标杆企业 是全台湾规模最大的造船厂 作为岛内最具指标意义 也是历史最悠久的造船厂 台船总部位于高雄市 下辖基隆高雄两个厂区 台船的设计肩负着支持航运 贸易 防务及发展关联工业等多个目标任务 但资料显示 台船近年来90%的业务 都是商船业务 包括商船建造 离岸工程 海洋 顾问与服务四大领域 不过 台船收贵为台湾当局 经济部下下公营事业单位以来 支援防务建设 一直是台当局下达给该厂的重要任务 也就是说 台船其实是台当局的军工企业 目前台军服役的磐石号油弹补给舰 光华6号导弹快艇 锦江级巡逻舰 51号油弹补给舰 即海巡署的核心舰 尾心舰 新北舰等 都是由台船建造的 其中 光华6号导弹快艇 源于台湾海军1999年开展的 光华6号计划 总共建造30艘 2011年10月12日最后一批交舰 该型快艇配备四枚 熊二型中程反舰导弹 排水量在150吨以上 是台湾海军新一代快速打击力量 与栽用熊三型导弹的锦江级巡逻舰 形成了高低搭配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台湾自主研发建造 具有隐形功能的新型导弹快艇 光华6号导弹艇 1996年 台湾海军再次对 在意舰艇部队装备进行了评估 其中对导弹艇部队的内部评估是 现役海欧级导弹快艇 不能满足未来台湾冲突的作战需求 主要原因是 一是该型艇 已经使用了20多年 严重老化 二是吨未轻 在海面状况恶劣时不易操作 三是难以搭载有效的感测仪及攻击武器 四是航程短 作战范围窄 缺乏防空能力 难以抵御战机的攻击 所以 发展一种造舰周期短 价格低 反应快 具备一定现代化作战能力的导弹艇 成为台湾海军的迫切要求 光华6号专案 即自行研制建造30艘180吨级 具有隐形功能的新型导弹快艇FACG 以替代排水量仅有50吨的海鸥级导弹艇 FACG由台湾海军后勤支援指挥部 海军造船发展中心 和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 联合舰艇设计中心共同设计 原型艇由台湾海军高雄骑金造船厂承建 据报道 海军原希望取得50艘光华6号 但是受限于预算 最终只能取得30艘 包括早已完成的一艘原型艇 海军经过4年多时间的研制和论证 投资新台币4亿余元 在2003年4月1日 首艇FACG60号交付台湾海军进行海上测试 2003年10月1日 该艇在左营港加入台湾海军 隶属海军海交大队第5中队 按预定建造计划 后续29艘将交付以中船为首的 岛内造船业组成的策略联盟生产 订单金额达到新台币140亿 光华6号导弹艇长39米 宽7.6米 标准排水量为150吨 满载排水量180吨 最大航速30节 巡航时速18节 22节时可续航1150海里 配备4枚雄风2反舰导弹 先进的侦察搜索系统和雷达等 作战指挥控制系统 可与海空作战系统直接连接 可有效遂行海空联合作战 与被取代的海鸥级导弹快艇相比 光华6号主要动力 仍为三具16缸4000系列柴油发动机 与三轴双舵的动力搭配模式 但使用更多的数字化操作系统 不但操作更为简洁 航行时比旧型艇更为灵敏 据台湾媒体透露 光华6号导弹艇隐形性强 采用流线型设计 使用抗雷达波的钢制材料 隐形涂料和降低噪声的新型螺旋桨 其次机动性强 艇体积小速度快 战时可疏散部署 具有灵活隐蔽的特点 适合近海突击作战 特别是在海上袭扰作战中 具有明显的优势 不但可躲藏对手的缜密侦察 还可以在不开启雷达的情况下 接受准确的作战信息 直接发射反舰导弹 可达成神出鬼没的作战效果 再次 该艇打击能力强 挺上火力配置先进 包括两座双连装 雄风2导弹发射架 两座T75式20毫米机炮 和两座AV-2型双管干扰火箭发射器 电子设备和作战系统 代表了台湾海军当前的最好水平 包括HR-76C5型 对海搜索雷达一部 DE-CCA型导航雷达一部 建用大乘系统 海标分系统 和NGPS船位回报系统等 光滑6号导弹快艇最大特征 是采用了与康定级相同设计思维的 逆宗外观设计 主加班以上内清12度 主加班以下则外清12度 且船体可以喷涂抗雷达波特殊逆宗涂料 可在正对会以左右各45度角面 对雷达侦测时 仅出现大约为小型渔船的回忌 但若雷达波扫到侧面 效果则较不理想 主要是因为其外置的后机炮以及护栏 由于舰内空间较小 停上活动空间也受到限制 其内休息寝室空间小 持有简单的卫浴设备 但适居性和抗航性 均较前一代的海鸥级 有大幅改善 光滑6号原型艇 和一般海军舰置不同 为了尽量减少电磁辐射 其并没有安装各式搜索和火控装置 仅在舰桥驾驶台上方 安装了一部康斯良姆塞莱斯马公司的 INS970导航雷达 隐身射击的主尾上 有卫星定位天线和一部侦察雷达 舰桥和上层结构 另有VHF HF船尾自动回报系统等通信天线 该艇的作战指挥系统 为台湾海军大城系统 和雄风二型导弹操作控制台 结合的战斗系统 其通过接受大城系统传来的目标情报 和作战指令 发射导弹予以攻击 只要能保证海军情报系统的 传输体系正确及时 和功能良好的数据连接 就可以使装载了雄风二型 反舰导弹的该艇 所能威胁的海域 扩大到了海欧级的16倍 在2005年量产舰建造计划竞标时 原本由台船获得海军承包 但中信造船和庆赴造船 曾试图应用政治力 施压海军与台船分包标案 由他们制造部分挺身驱断 再由台船进行最后的组装 不过最后并未成案 光华6号的量产全由台船实施 在海军和台船的协调之后 量产艇设计做了部分的调整 外观上的差别 上层结构明显降低许多 舰桥也从原倾斜30度 改为20度 并向前移动0.5米 船舱设计也因此做了小幅更动 并取消了舰手机炮 量产艇上虽然取消舰手机炮 但是相关的甲板空间 省有预留放直击炮的空间 因此曾有民间爱好者拍摄到 91号光华6号快艇舰手装设 XT-R102进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的照片 但此武装目前未被光华6号全面采用 原型艇测试时 海军发现船只出现螺旋空时的问题 影响速度及螺桨叶片受损 虽然光华6号导弹快艇设计 有三个推进器 但如果在出任务时 顺和依据螺桨出现空时现象 导弹快艇的快速打击功能 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 这个问题在后来量产艇时完成修正 全尺寸的螺旋桨 在2008年1月8号 送至德国汉堡市的船模水槽再次检验 试验结果显示 光华6号设计符合规范要求 2009年5月26日 光华6号计划后续舰首批艇 在台船高雄厂区举行交艇 比原定交船日期 2009年5月31日提前6天完工交船 首批交接编号分别为 FACG-61与FACG-62两艘量产艇 截至2011年10月12日 第15批艇也是最后一批艇 在台船公司高雄厂区举行了交艇 第15批交接编号分别为 FACG-92与FACG-93两艘量产艇 至此象征光华6号计划建造案 30艘新型导弹快艇 已全数完成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